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继续回来《要财财经》台直播环节 来到全日总热 会和大家跟进中港股市最新情况和个别板块的分析 这次嘉宾有我们的高级分析员王伟豪 Rafi 你好 你好 我先和你跟进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今天来说A股暂时都是偏远收市 见到上证 收报在2903点 全日例计跌了23点 跌幅不超过1% 深证城市跌了71点 收报10299点 护心300指数跌29点 收报在3089点 再回A股方面的我洗头 看到今天来计A股稍有回吐 但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利淡消息 今天会不会是获利回途的盘比较多些 未来的走向又会怎样走向 我相信暂时短期内地A股 都是反复靠稳为主 但当然会有一个很大的升幅 说真一句 我就不是太大期望 因为要它大升 好看大家怎样看内地的市 或者怎样看内地经济等等 但如果依照这两个层面上看 其实都未算是太过乐观 所以可不可以大升呢 我觉得机会性就不算太高 但为何可以继续有个反复靠稳的现象呢 因为始终未来三月初都两会 而以往以往两会之前来计 内地的市场都会稍微做得好一点 或者也不会太过差 所以如果以这样说 我觉得也有机会 可能令A股稍微硬正一点 但当然以今天来计 为什么又再回二十多点 或者又再跌下来呢 是不是又再差回呢 正如刚才说 我觉得暂时 个别一两天反复复一定会有 但是始终 而且以这些特别沉默来计 就着超过落台之后 劉氏如上场之下 都令大家炒高了A股 但是昨天也说过 这个换班或者换人 不等于大家对A股的看法 是立即乐观回来的 或者不等于马上玩回整个市场的信心 我觉得也要之后需要时间去看 究竟劉氏如上场之后 是造成怎样 只不过大家觉得 会较超过来之好 所以形成整体看法都比较不错 所以在昨天叫做 星期一日之后 今天借势回来一点 我觉得很合理 但是短期来说 如果真的要靠稳的话 看看2850点附近 有没有过初步支持 如果这些位置站得稳的话 我相信A股再尝试 或者试试3000的关口 其实我觉得短期机会性 也仍然有在 接着看港股方面的表现 看到油价反弹 令到甲晚美股都是上升 港股跟随着外围方面 稍微有高开的情况 但是看到 随着内地股市造差 今天来说港股都比较反复 有点弱点 时升时跌 但是波幅不算太大 现时这一刻 恒指跌33点 最新报19425点 国企指数跌50点 报8171点 但成交暂时来计较564亿多 今天恒指来说都比较反复 会否接着内地股市的指数 都可能继续调整 以港股来说 其实我都觉得跟A股看法一样 不是说算太差的 特别刚才提到 我自己都觉得A股短期 仍然有机会上市 所以我觉得港股 都有条件是稍微做好一点点 但是以今天来说 的确是满点的 一方面反复几下点 而且成交也是低 现在临收市还有分多钟 都是只有560亿 600亿都未到 而上这么低的成交 说真的它没有太大指标在用 我觉得如果这一番 而且整个恒指的计算 由可能放完年价回来 低位计算 其实都弹了一千二三点上来 原来上升这么多的时候 所谓在现水平的近日高位里面 可能反复下整股下 我觉得不是一个太意外的走法 所以暂时计计 我觉得要它再一步突破 或者再一步上升的机会 有机会可能叫过迷这几天 可能看完期节之后 看下星期初回来是怎样 甚至回此中这个星期里面 都比较多是业绩因素 比如昨天就会控恒生 今天下午也有新世界和安踏 而稍后也有渣打 而过几天也有有邦 这些比较囊 这些重磅的股份 所以我也要看看业绩出来是怎样 当然业绩整体预期 其实不算太乐观了 但就要看与预期出入有多少 如果跟预期差不多 我觉得对恒指也有机会是靠稳的 但如果预期比预期差很多 当然有机会令到市场跌下去 所以我也要先看业绩 但暂时计计 如果这一阵能够守着 在万九关楼上 即是十天线附近的话 我相信仍有条件 可能试一试回今晚九千七 左右这些水位 我暂时对后市看法 短期来计计 仍是继续偏弱观了 好和大家顺便跟进来 就是蓝筹股方面的 今日的收市表现先 看看暂时来计 匯控方面 暂时在做49.1毫半 没有升跌 中移动偏远的 跌着不超过0.5% 最新报84.5毫半 银行和公商银行暂时都没有升跌 分别在做4.66 和3.98 中国银行跌2先 最新报2.97 港交所未跌就是5毫 最新报173.2 国售回调超过1.5-18 有保险升跌1% 报40.15 腾讯控股141.8 升1 至于金沙中国 稍微回调1% 报27.05 本地产股方面偏远 跌得最多要数只 九龙仓跌超过2% 最新报39.65 中海外跌超过1% 华阴之地跌跌1% 看另外几只 石油石化股 跟着国际油价 方面有反弹 都是佔了 蓝售股方面 升幅较大一点的蓝售股 中海油和中石油 升幅都超过1% 分别做8.23 和5.18 中石化升2先 做4.4 昆仑能源暂时报5.6 至于中国神华 最新做11.6 升跌近2% 今天最好的蓝售股 是中国神华1088 现时都升跌近2% 做11.62 想和Rofi谈谈 就是蓝售中最差的康师傅 再和你跟进其他个别股份 康师傅今天破了底位 今天发了一个刑警 拖累到股价方面 有反过是沽压 跌了6% 现时这一刻最新报的就是8元 看回刑警方面的内容 预料全年的盈利要跌至3成5至4成 这个刑警出现之后 股价方面随积又要向下 大摩方面以及旁边都发了报告 大家看得比较淡 对于康师傅 你自己看法会否稳不稳 当然康师傅看法一定是比较一样 因为如果以今次的刑警上去看 它说过2014年 那个顺利可能跌到3成5至4成 如果以2014年来计算 其实当时赚4亿美元 如果以整个数据 就是去年全年可能赚2.4至2.6亿美元 但如果以去年头三季来说 其实当时赚超过3.4亿美元 即是意味着单单第四季 其实有机会赚超过1亿美元 所以以第四季虚钱 令大家看法是真的很负面 因为特别是第四季回来 它相关旗下的方便面 都是进行了加价 但反而在加价之下 卖不到之外 更加有一个蚀钱的情况 这个很明显是营运上的问题 因为特别这样说 以它为何当时想走加价这一步 因为它觉得自己有品牌效应 的确以它来计算是内地的龙头 但就讲真句 在方便面方面加价 对消费者的角度来计算是很大影响性 因为始终方便面都是一些很基本的食品 如果特别对价格的敏感度 是比较高一点 如果你当一调高的价格 除非你的面和其他人的面很不同 才可以叫高价 如果不是大家都是一个方便面 如果你突然加价 是有机会令大家不帮衡你 或者买其他品牌 所以这一点是有机会令到去年 特别第四季虚钱的所谓致命商 所以暂时来计算 我计算今天破底 或者是之后 看到跌幅收拾点也好 但不等于这一刻 大家可以扣纳得过 甚至乎我相信 以前景上看 今年回来 都未必是太过乐观 因为以下价格 又做不到 但减价对毛利率方面 可能又会有影响 所以今年营运来计算 其实继续都是艰难 所以我自己以看师傅的看法来计算 特别去到这位 虽然今天跌幅收拾点 但都站不回百元楼上去收 很意味着 我相信后市 其实向下机会性还是高 特别以整个走势来说 它仍是一个行的格局 我觉得反而要看 今日的低位 7.54 究竟有没有过支持 这些位置是顶得住的 都还好些 但顶不住 我觉得再穿底 机会性是十分之高 剩下时间跟你跟进 即前走强 就是安达方面的最新表现 今天中午公布业绩 看回去年来说 多赚了就是两成 兼还有派特别息 但见到股价方面 反而受压 下午就越跌越有 今天收布在18.58 跌了超过6% 是什么原因 令到股价方面走弱 是否获利股盘 其实以业绩上看 大家都当然是好 特别是有的 更加有个特别色牌 结果之后也公布了 就是他们各别跪道 那些订货会的表现 其实还是很理想的 但就这样说 始终整个市场 都对安达有一定期望 或者都预算是好的 所以面上业绩出来 不是说好得太过交关 即是跟预期差不多的时候 其实可以这么说 没有太多惊喜 所以形成反而在下午 叫做高开完之后 都要到头落得几急 而且这番技术上去说 更加一条50天线 好像初步多一些阻力 所以我相信暂时来计 要看看大概18.3 有没有初步支持 如果这些位置是顶得住的 我觉得未至于太过坏 整个上升的格局都未变 但假设18.3 都失手了 我觉得短期来说 还有一轮的调整出现 好 谢谢Rafi 详细的分析 这次时间差不多 和你做回申报 提及股份有没有哪只持有 也没有 谢谢 今天恒指方面 收报在19414点 跌了49点 大成交今天有587亿几